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上天能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我会对妈妈说 咪 我爱你 我会对妈妈的朋友 咪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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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我们都不相信 这次的模拟数学测验 AMOS考到59 upon60分 全级最高分 你还扣多一分 请来 请来 谢谢大家 我为了这次的测验 废寝万时 不免不休 不吃不喝 看来你的华文也进步了不少 恭喜你AMOS 我只卡到了58分 等一下 我一定要向你请教 没有没有 有机会找机会 只可惜你还有一题没作答 要不然很有可能就得满分 因为我来不及 总之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大家要向你AMOS看齐 好 把考卷收起来 我们继续上课 今天要学的是 AMOS Lee 你终于羊眉吐气了 妈咪每天期盼着 你只要及格就好 没想到你现在不只是拿到全半滴 还拿到全级滴 真棒 我要跟你的大姑二叔三姨婆说 你一直信你而已 不要告诉全世界 说得也对 要低调 要谦虚 哈啰 爹 我跟你说 哥 这四人圈是不是一样的 真的真的 没想到 你们那么多什么 你又不懂 其实我不懂 只要把这些圆圈合起来 这个加这个 然后再演这个 你看 这是不是答案 你才七岁 懂什么 那你做给我们看 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答案 我懒得理你 你就教一教妹妹吧 你 我今天很累改天吧 我看一下 Ams 做一次给妈妈看 咪 我很累 改吃吧 现在做 不是 我已经做过了 那就没问题了 有问题 你究竟担心什么 我担心我做得太快了 上废话 马上做 起时 预备 开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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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点刀 停 你莫愁 你竟然作弊 我没有 你从头到尾只对了一提 其他的全部都错 如果你没有作弊 怎么得到五十九倍 我真的没有 我发誓 不是 你还敢真是你只说瞎话 我对你太失望了 妈咪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我在你眼中就那么差劲了 我还没做完 你 我都还没做完 那就快点做 做完了数学之后呢 就做科学地理还有历史的测试簿 每一个科目只做一个项目而已 佩佩 妈咪买了新的DVD 你要看哪一个 这个 好 什么时候了 还玩 你上一次的测试不及格 重做 佩佩 妈咪那边传达了一个视频 很好笑的 给你看 你看 这么简单的字都会写错 重写 你这么喜欢蹲在厕所是吗 那好 把厕所的墙壁都填满字之后 才可以出来 来 吃一点菜 还有最喜欢的 谢谢妈咪 吃饱了可以去玩 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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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生气 你咪打我 我已经说过你迷了 爹地 有是不是迷亲生的 你看电视看太多了吧 说什么傻话 那为什么迷对我和佩佩的态度 完全不一样 那是因为迷对你的期望很高 高也不用偏心的嘛 就像我最近看的电视剧 望子成龙 一开始 妈妈对儿子也是很差 后来儿子忍不住 就离家出走 你的意思是 迷就像那个妈妈一样 想把我逼到离家出走 当然不是 我都还没有说完 那个妈妈希望儿子好 所以从小就鞭策她 希望她长大以后 能自食其力 说来说去 迷其实不想养我 其实望子成龙里的男主角 和你一样 也有个妹妹 妈妈希望儿子长大后 能做妹妹的好榜样 原来迷栽陪我 只是为了妹妹 怎么你越想越偏啊 你对妹妹说话很温柔 对我不是骂就是喊 妹妹是一个女孩子 你当然要比较温柔啦 就因为我是男孩子 就活该被打 就少爱我一点嘛 那你真的是 不会做那份卷子 对不对 可是我没有作弊 那你到底怎么拿到五十九分呢 不管我怎么拿的 重点是 你根本不相信我 好了 你不相信你 爹地相信你 好了吧 我望子成龙后来呢 怎么样了 后来 爹 聊完了没有 出来喝甜汤 马上来 后来那儿子又没有离家出走 那个儿子离家出走 快点 两个不好喝 后来那个儿子离家出走 后来回家 妈妈跟他很好 可是 总之 妈妈都是爱儿子的 来 我们去喝甜汤 没认错就没甜汤喝 我们家没有这种作弊的儿子 我没有作弊 好了 好了 我去跟你说 为什么说这种话 你们明明是心痛他的 是 我是心痛 怎么会教出这样一个作弊的儿子 好吧 我要再说 事件 来 Amos 起床了 妈咪想要跟你谈一下昨天的事 边吃边说好吗 A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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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你要离家出走 但是为什么 这就是不相信自己孩子的结果 我们才13岁 你离家出走 要去哪里 你该不会是想住我们家吧 我 我从而小 可是电视剧都是这样演的 什么 人总是要知道失去才会后悔 所以我决定让你急一下 他急够了 我就回家 这样就有好日子过了 李莫虫 你越来越坏了 竟然离家出走 冷静点 人都找到了 你们怎么找到我的 要不然今天的妈妈在确保里通知我 我差不多要报警了 你出卖我 我只是说我们在公园里面面 没说你要离家出走 跟我回家 不要 走 放开 你又想打我 我说 撒谎作弊 你现在还离家出走 你够了没 我跟你说了 我没有作弊 好了 Amos 听爹爹的话 走 跟我走 我是不会跟你们回去了 A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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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完了 如果我现在回家 一定会被看扁 但是还能去哪里呢 Amos 你来这里造什么 卫玲 原来你住在这附近啊 你是Amos啊 Auntie 小孩子 你怎么可以离家出走呢 离家出走 Auntie 你怎么知道的 你妈咪在菜团队说了 你没事吧 你打算去哪里 我不知道 去一个没有谜的地方吧 不如 你跟我们一起回家吧 我的家没有你的谜 只有惠玲的谜 算是个没有谜的地方吧 放心 反正现在高班在考试 车外不用上课 就让她现在这儿住两天吧 不要紧 一点都不打扰 好吧 就这样 你妈咪答应让你在我这儿留下来 谢谢Auntie 慢慢吃吧 如果吃不饱的话 冰箱里还有水果 我先回房间换衣服了吧 你自己照顾自己吧 我有一种出狱的感觉 太爽了 那你慢慢吃吧 你不吃吗 等一下 我没空 没空 今天是周末 为什么在家里会没空 每天回家 就是我最忙最没空的时间 为什么沉默 为什么沉默 因为不小心损失了两分 对不起 我下一次一定会注意的 如果因为你不会 那就情有可原 可是因为你粗心大意 导致你拿不到满分 那是很严重的 58.60还想怎样 有多严重 你知道吗 将来到社会上工作 很可能因为粗心大意而丢了工作 有那么夸张吗 现实是很残酷的 在职场上 要面对各种人 可以说是危机四伏 九死一生 十念埋伏 差两分而已 就那么啰嗦 跟没有的斗争 你还等什么 来 来 来 Amos 来吃饭吧 慧玲 慧玲 去哪里 去厕所吃饭 厕所吃饭 厕所吃饭 对不起 伯母 那是她的惩罚 那是她的惩罚 你可能以为伯母太严厉 可是欲不足不成器 待会儿 你要看电视 玩手机都可以 身量要小一点 要吵到慧玲 好 来 好 你为什么还没有睡 妈咪说 数学都是习惯,习惯,习惯 习惯,习惯 这样每天练习 就会变得像走路呼吸一样 想错都难 可是晚上没有睡觉,没有精神 走路和呼吸还是会很难的 妈咪为了避免我再出心大意 她找出了一百个题目,要我今晚做完 绝对不能出错 如果错怎么办 那接下来的礼拜都要在厕所吃饭 难怪你的成绩下来就那么好 你受得了吗 妈咪都是为我好 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 明白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上学 因为跟家里比起来 在学校上学就像度假 不,是天堂 欢迎来到今天的《Tigerman Endgame》 所谓一座山,不能有两只Tiger 今天这场大战一定王输 那道理Tigerman Lee厉害 可是Tigerman Lee比较强呢 很多心中的大战 大战带你的 《Tigerman》更精彩 不,不,不,现在 你怎么去。 来 来 来 这么厉害 不行了 谢谢 不好意思 这几天麻烦你了 我们家Amos没有给你添麻烦吧 别客气 Amos很乖 而且他们俩是同学 我们父母支援团队的 当然要互相支援 是 听说你们家慧玲的成绩很好 请问有什么心得或窍门 可以传授一下吗 咪 我们还是回家吧 你不是离家出走吗 现在又感觉要回家 我选绿咪吗 不好意思 刚刚我们说到 有什么绝招是可以传授一下的吗 也不算是绝招 主要的是 慧玲周末的时候是最没有空的 因为我相信学习是永无止境的 真的是好办法 看来我找对师傅了 你不要多教我几招 我们家Amos才会像慧玲一样出色 Amos 你的晚餐 咪 等我上了厕所再吃可以吗 不用 你可以拿进厕所吃 咪 你不是相信我没有作弊了吗 对 我知道你在作答的时候漏掉了第一题 所以上一题的答案就写在下一题 就像阴差阳错 下面的答案都答对了 慧玲的妈妈说 数学是要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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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在模拟考试中答错的 我另外准备了五十道题目给你练习 如果你没有做完 接下来一个星期你就给我睡厕所 妹 我到底是不是你儿子 就因为你是我儿子 我才会用第一试的方式来栽培你 Anyway 我已经跟华老师说了 你的五十九分是靠运气得到的 所以他会安排你跟那些拿MC的同学 进行一次补考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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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